第58屆金鐘獎 綜藝節目獎 得獎的是 最強綜藝秀 集結各式身懷絕技的達人 展現五花八門的頂尖演出 他是最辛苦的製作人 幾乎每天都被我罵 黃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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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hold住 這個獎真的要謝謝評審 因為在台灣要做好一個達人節目 真的很難 特別是要感謝瓜哥 這個節目在製作過程當中 我真的每一天都在背瓜哥嘛 但是我必須說跟瓜哥做一次節目 勝過入行十年 其實我在行業今年剛好滿四十年了 我從入行第一天 就一直在黃金時段進駐到鮮陽 所以陪伴每個家庭每個禮拜天都在看我的節目 而且人家常說你都入圍這麼多次 為什麼每次來都公估 那我覺得 我們必須尊重這個行業 必須要加入這個行業 不然別人也不會尊重我們 所以我每天 絕對要出席這個晚會 而且看到大家這麼熱忱 我相信我們電視產業是非常有希望的 人家說你什麼都退休 我告訴他 我是 第58屆金鐘獎 綜藝節目獎 得獎的是 最強綜藝秀 集結各式身懷絕技的達人 展現五花八門的頂尖演出 進而激發出藝人的潛能突破挑戰 建構成強大精彩的內容 以及感動的火花 單元整體呈現十分豐富 節目進行活潑有趣 開拓出才藝美學的新視野 恭喜 最強綜藝秀 首先要謝謝評審的肯定 謝謝民視 民視的支持 以及謝謝主持人瓜哥 儀佩還有慧如 以及參與這個節目 演出的所有演藝人員 還有謝謝 在世界各地 發光發熱 獲獎無數的這個 這個台灣之光 跟各項達人 他們辛苦 精彩的演出 才能達成綜藝秀這個節目的完成 謝謝 另外最後我要謝謝幕後工作人員的努力 謝謝民視 大義金視所有工作人員 辛苦你們了 謝謝 謝謝 他是最辛苦的製作人 幾乎每天都被我罵 洪軍 謝謝 謝謝 加油 我再Hold住 這個講真的要謝謝評審 因為在台灣 要做好一個達人節目 真的很難 謝謝 這個節目 其實我一直想表達的就是 小人物大精神的一個 一個想法 那當然在節目上 要感謝 這些來自不同領域的這些達人 達人者們 特技者們 帶來精彩的表演 透過他們的表演 讓我們了解他們對夢想的堅持 以及在 以及分享他們 在他們人生當中 的這些很 感人深受的故事 那當然也要 謝謝主持人 謝謝監製 佳文哥 謝謝惠如 謝謝儀佩 謝謝莊總 應總 特別是要感謝瓜哥 這個節目 在製作過程當中 我真的每一天都在背瓜哥嘛 但是我必須說 跟瓜哥做一次節目 勝過入行十年 其實我這個行業 今年剛好滿四十年了 我從入行第一天 就一直在黃金時段 進駐到鮮陽 所以陪伴每個家庭 每個禮拜天 都在看我的節目 很多 很多事情 都看到大家 這麼努力的工作時候 而且人家常說 你都入圍這麼多次 為什麼每次來都公估 那我覺得 我們必須尊重這個行業 必須要加入這個行業 不然別人也不會尊重我們 所以我每天 絕對要出席這個晚會 而且看到大家這麼熱忱 我相信我們電視產業 是非常有希望的 人家說你什麼都退休 我告訴他 我是 退而不休啊 謝謝大家 再次恭喜最強綜藝秀 恭喜瓜哥 也恭喜所有得獎人 謝謝 恭喜恭喜恭喜 謝謝來 愛情留步我們就一起結束吧 謝謝來 瓜哥你別走啊 對啊 一起來啊 要結束了 對啊 一起吧別走 你是我們的前輩對不對 謝謝 謝謝今天台節目後 的影視工作者 然後可以跟瓜哥站在一起 真是魚有榮焉 謝謝大家目前幕後的努力 也謝謝媒體區的記者朋友們 對啊讓我們的影視平台有跨平台 跨國際的希望 明天是精彩的戲劇類頒獎典禮 接續登場 一定要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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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